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股价为7磅60便是 但是今天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些好的消息 IJ集团不仅为业界带来了动力 随着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获胜 英国的股价和英镑也随之飙升 IJ集团股价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周五重新回到了7.9磅 最终收于7.69磅 不管怎么样 这是一个创纪录的高价收盘 IJ集团的现在的市值超过28亿英镑 浮汇第一季度的业绩 让许多金融专业人士感到困惑 来看一下Liprate对于公司 是怎样损失了6.29亿美元的最新解释吧 1月15日事件后 该公司有关负余额账户损失2.76亿美元 之后Lucadia出资3亿美元救助付费 该公司第一季度继续运行 那么6.29亿美元的损失来自哪里呢 Liprate解释说道 除了贷款 Lucadia还得到了可以强制出售付费 以及其相关财产的权利 这就造成了付费拥有了2.92亿美元的债务 其中客户留下的坏账达到了2.57亿美元 加上税收和一些企业赞助 总共弥补了6.29亿美元的损失 纳斯达克OMX集团公司 最近对比特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们正在测试一种区块链的技术的新用途 力图改变私营公司的股份交易方式 该项目是纳斯达克将在纳斯达克私人市场 开启的一个试点项目 如果该实验被认定成功的话 纳斯达克希望该区块链技术用于其股票市场 罗伯特·格雷菲尔德·纳斯达克总裁认为 利用区块链技术对于管理物理证券而言 将是一种数字的革命 他还补充说道 这不仅有利于我们的客户 对于更加广泛的全球资本市场而言 也是有利的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行业一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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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